今年入夏以来,希腊遭遇多轮高温酷暑和风雨雷暴天气,这给以夏日旅游为重要支柱的当地经济带来了较大的冲击。 赫里斯托弗罗斯经营的这家海滨餐厅,位于希腊著名的克林斯海湾,由于近年来气候变化越来越恶劣,今年的情况尤为严重。 往年的七八月份,这里大多天气晴朗,酷暑和风暴比较罕见,但是今年夏天不仅经历了至少三轮酷暑燥热天气,而且间歇性下暴雨和刮大风的情况也非常普遍。 据介绍,由于天气异常,多种极端天气交替出现,今年七八月份,希腊大陆地区和爱琴海珠岛以及爱奥尼亚海珠岛的旅游业都遭受到冲击。 很多商家的创收较去年同期减少两成以上,除了多轮酷热高温导致雅典未成等古遗址部分时段被迫关闭之外,降雨与大风也让很多著名的观光海滩上的客流量大幅缩水。